那么大家好啊 欢迎上北极节目哈 那么特朗普的第四关和第五关呢 咱们就一起说 因为他们两个呢是国内政治的这个方向啊 嗯 现在的话呢 这个 你可以看到啊 哈里斯呢 已经宣布败选 对吧 那么拜登呢 也呼吁和平交权 呃 似乎民主党呢 没有闹的意思 对吧 那你说民主党不闹了 是不是民主党就放过他了呢 是不是全都倒向了川宝呢 那你就大策策策了啊 人家呢 不用着急 知道吧 人不用着急现在闹 人家着急什么时候闹呢 人家等你闹的时候再闹 对吧 怎么闹呢 对吧 战争这关 首先你能不能过 这就不好说 中国这关能不能过 不好说 美联储这关能不能过 不好说 你可别忘了 权力给予一身 责任也给予一身 对不对 这个时候你没得赖了吧 我跟你说实话 现在对于民主党来说的话 民主党还别争夺到那个 是吧 两院得医院 众议院还别赢了 是吧 就众议院输了 两院都让他拿 然后呢 都让他拿 但是你要知道参议院他没有过真正的多数 就是要过60 如果他没有过60的话呢 他拿的是一个浮予表面 很多真正想改的东西改不了 真正想干的东西干不了 然后呢 让他去接来 去接这个改革的这个难题 然后人家在什么时候发难呢 在两个点上 在三个点上吧 第一个呢 就是马斯克 第二个点呢 就是非法移民 第三个点的话呢 就是什么 就是你其他的内部的那些改革 啊 我跟你讲啊 咱们现在讲第一个 第一个也就是最关键的一个 美国人一直在装傻 什么叫装傻 揣着明白装糊涂 就是你觉得拜登这一次输 他最大原因 比如说有有两个 一个是非法移民疯狂的进入到美国 是吧 让很多的美国人不干 而且你看到了这一次美国的什么人不干 最不干拉美意 对吧 那为什么拉美意不干了呢 因为拉美意都是中下阶层 中下阶层是要干活的 他们是要拿收益的 对吧 如果非法移民进来 真正影响受害最大的是他们 他们不干 对吧 但是你要知道啊 美国现在通胀的数据是假的 就是美国现在的通胀数据根本不是他表现的2% 那到底是百分之多少呢 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对吧 哈里斯他们如果赢了 他们把修正收好了 完了通过降息 维持世界稳定 然后继续放非法移民进来 继续放钱进来 你看起来是简单的党派之争 确实有党派之争的目的 但是反过来 为什么说我跟你讲 他们在装傻呢 非法移民扛下了通胀 什么意思 一个餐馆的工人 对吧 一个服务员 一个养鸡场的这个工人 一个农夫雇佣的这个雇工 对吧 如果是3000美金 是一个正常人的话 那么现在的话雇工多少钱 如果给2000是非法移民 雇主省1000 如果给1500 对吧 那就省1500 因为这东西咱们要讲道理啊 比如说你说丁胖广场 是吧 比如大头鹰什么的 跟你说现在是1200 但这个丁胖的广场的1200是 怎么说呢 是局域的问题 就大量的这些人到了那个地儿 造成了那个地儿的通 造成那个地儿的这个卷 所以把价格卷去了 但是有大量的地方 他们可是没去的 所以综合下来 如果用非法劳工的话 是用2000的话 那其实就要怎么样 就要省1000 如果所有地方的非法劳工 都这价格都是1200 咱不说1200 就是1500 正常是3000变成1500的话 那么雇他的老板 就一个人省1500一个月 对吧 如果你认为啊 你看资本家太坏了 就为了省这个钱 好 资本家不坏 资本家现在不用这些移民了 不用这些非法移民 全用正常雇工 对吧 你老百姓不就觉得吗 就用正常雇工了 不用这些非法移民了 甚至我驱逐这些非法移民 我把这些非法移民 全都逮起来 就给他弄出去 对吧 对不对 好不好 好 但问题来了 一旦正常员工一使 正常员工的工资 就是3000通胀 碰不起来 所以为什么我说不怕呢 为什么我说我不怕打脸呢 你别着急 知道吧 你川宝上来了 你得解决问题 底下的红脖子 人人让你解决问题 你底下的红脖子 人人让你解决非法移民问题 你把非法移民的 这个窗户纸捅破了 这个窗户纸底下 剩下的是什么 剩下的是两个字 通胀 通胀了之后 老百姓的日子只会过得更苦 而不是会过得更好 对吧 那么好了 这个时候你怎么办 两个办法 一个是大印钱 用印钱破通胀 第二办法 不印钱 让百姓扛通胀 就这两个办法嘛 就说白了 什么叫大印钱呢 现在一个月挣3000 变成一个月挣6000了 看起来一下收入翻倍了 对吧 但是通胀也翻倍 用收入翻倍 顶这个通胀翻倍 对吧 那所以呢 为什么要给企业减税呢 但企业减税 企业税能拿多少 商业税 企业税好像只有4000亿 个税 是吧 那些地方是高的 社保个税是能拿2万多亿 商业税减 从21减百分之十几 减不了多少钱 而且减税的话呢 是给大企业减小企业 对吧 泛夫走足的那些小企业 能不能减得了这个税 就是你只讲了非法移民的害处 这些人来了 社会变低了 社会矛盾如何如何了 是吧 如何如何不好 是吧 就跟那个丁胖网场似的 是吧 金牌奖吃吃吃的 跑到那天天就是 就是又要饭了 兄弟们 是吧 天天在那消耗那些物资 但是你可别忘了 有更多的非法移民进来了 他们是干活的 他们是帮你做活的 帮你做活是降低了你通胀的 你把这个真相揭开了之后 你非要把它们都处理了 通胀一下子起 那好了 我问你了 通胀起来了 你怎么应对 对吧 你拿什么扣住这个盘子 你总得有一个办法 说能扣得住这个盘子吧 对不对 你别跟我说 你不扣这个盘子 你让他们随意随意去玩 想怎么办怎么办 对吧 那通胀起来了 老百姓这块怎么办 而且你通胀一起 你就降不了息 除非你完全不顾通胀了 用彻底的大通胀 去搞这个游戏 但是你要搞清楚 如果你搞这种 彻底的大通胀的话 你美元信息就完了 你美元信息就完了 你想玩孤立主义 怎么可能 你外边该的账怎么还 对吧 那你美元如果不要的话 那你可没有人帮你了 没人帮你的话 你可进入恶性循环 你可别觉得说 就这么讲 我这么讲你就明白了 就是说 你最后最后 你拿什么挣钱 趣味存真 咱把所有的这些复杂的 让你理解不了的 给你经济学家 给你编出来的一些故事 对吧 华尔街给你整出来的 这个游戏 全都去掉了 就是一句话 你到底靠什么挣钱 美国人靠的是钱挣钱 美国人靠的是 华尔街的实力 美国人靠的是 自己在华尔街的能力 挣那个钱 对吧 是这么简单吗 其实说白了 就这么简单 美国不是靠工业赚钱的 为什么 因为美国的GDP 就工业GDP 就两万亿 没有吗 就算你让他翻了倍 是吧 他也就四万亿 美国现在已经欠了三十六万亿 对吧 你通胀这块怎么也要还 你不能说债务你不还 你拿什么还 你财政已经没钱了 对不对 没钱了 你靠纯借钱还的 你把华尔街费了 你靠工业能赚不了钱吗 工业补不了你这坑吗 你补不了这坑 大家不信你了 我跟你讲啊 这里边还有最后最后一个 很多人 是吧 这个不能理解的 那就是什么 那就是你市场融资出现变化了 大家不走你这环流了 人家玩全新的金融交易体系去了 如果变成这样的话 你美国吸血的能力下降了 你美国纯胜空借钱了 钱纯在这运转 而且我跟你讲啊 你一旦大通胀 通胀起来了 你可降不下去了 你还能降下去吗 你要想降这个通胀 你就要疯狂的加息 你加息加了吗 你加不了 因为一加息你就死了 知道吧 所以为什么我说 他一定会变成大号的日本人 为什么 就是他所有的最后的招 都是把这个钱 去损国家呀 就是 就是四年之后 他可能五十万亿 甚至四年之后 他可能要欠六十万亿的债 你美元要成厕纸了 别人也就不要了 而且你一定要记住 美债真正最大的 这个方向是谁 是美国人自己 你别老说什么收割这个 收割那个了 你美债持有量 最大的人是自己 你自己得持有了多少亿 外部的人持有多少亿 你拿这个赖账 能赖中国多少 你赖账赖中国 中国持有你 这个美元的债务的话 只有七八千亿了 是吧 最近好像又减持了 对不对 现在持有他最大的是谁 是日本 但日本一旦出了经济危机的话 日本一定要对这个美债 对吧 对这美债引发世界 对美债的金融信息的下降的话 你只有自己买自己了 看见日本了吗 你就变成日本了 日本 这左脚踏右脚 左脚踏右脚 这么往上踏 知道了吧 完了你疯狂的借钱 完了你这个钱 没有价值 没有意义 最后所有人 全去玩炒楼炒股 你这个游戏 怎么玩得下去啊 所以非法移民 他们是有坏处的 但是他们也有好处 就是美国 现在共和党也好 是吧 世界的这些人也好 他只跟你讲坏处 他没跟你讲好处 好处是什么 就是这帮人压低了美国的工价 美国的工价价格低了 对吧 剩下一部人呢 要不去吃福利 要不然呢 就是继续过他们自己的日子 然后通胀呢 维持住了 稳住了 就这么简单 如果你把这个游戏给彻底打开了 对吧 通胀上去了 那你后边的动作 什么都做不了了 那你就要更进一步的快速透支 你越透支 这个世界又不站在你那边 你又没有美国老大哥这地位了 你又不保着这些欧洲盟友了 日韩欧洲全都不保着了 他们全上来 全要跟中国合作 亚非拉跟中国合作 对吧 世界就要换装 换了装都跟中国合作 你故障难民 你拿什么影 而且民主党会在什么时候对你发难 在你驱逐移民的时候啊 你不是放出话了吗 你要驱赶移民吗 民主党现在他是不要闹事 为什么 他闹事是他背责任 所以为什么让你哈姐上来 你哈姐又为什么一定赢 哈姐赢了一切按普通的方向去做 哈姐说了 输了 哈姐背锅 哈姐背锅 哈姐什么都不是 哈姐是个傻子 那哈姐就不背锅 对不对 哈姐没有背这个锅 因为我是个大傻子 我是个二傻子 是吧 我不背这锅 他们谁都没人背这锅 你看起来你美国狂胜 是吧 你穿宝狂胜 但是你只要一上来 你有两个问题 第四关和第五关嘛 第四关你要对非法移民下手 你要对老全师下手 等你真正到了学校里 去把这东西扭转回来的时候 玩了那么多年的那些人 是吧 老全师们 他们能不折腾吗 你说老全师不折腾了 咱俩就不说话了 对不对 哎 你要让非法移民走 你要把他们都抓到南方边境去 抓这些人 这个时候 民主党再跳出来跟你发言 对吧 这是一点 第二点是谁 是马斯克 马斯克是什么 马斯克是政治的仇庸啊 对不对 他帮了你 你就要反过来 你就要反过来帮他啊 那么马斯克就要玩什么 玩效率委员会啊 我讲过 我不怕他打脸 是吧 他打我这脸 我不怕 为什么 他上来了 他要玩那个效率委员会 玩效率委员会 要对国内下刀了 对国内下刀呢 有几种下刀方法 对吧 第一种下刀方法是对谁下刀 是对普遍下刀 就是真真正正下刀 真真正正搞这个效率委员会 真真正正去裁这个效率 那么玩 那个时候民主党 那个时候上了个领导 说白了什么意思 民主党不要内战 他要的是内乱 因为内战 他们是拿不着好处的 老乡绅也好 是吧 这些人也好 他们都拿不着好处 对吧 他们不要在这个时候对你发难 如果内战了 谁的好果都没有 他们要是内乱 内乱了 让你执政执政不下去 让你的这个目标 你的政治的这个野心 政治的报复实现不了 然后呢 拖你 把你拖垮 拖垮了之后 他们拿他们自己想要东西 说白了 就是第一年 你上来了 你既要对中国这块开动 对吧 然后第二件事的话呢 你要对盟友开动 第三件事呢 你对这个自己的移民开动 你这里边不知道有多少坑 你不知道有多少的问题 他们等你出了问题的时候 再对你反手下手 那个时候才是什么 才是OK的 所以现在对他们来说的话 你真正接下来 真正对你发难的时刻 在什么时候 是在你执政了之后 而不是在你执政之前 因为如果哈里斯上来的话 哈里斯不会搞 哈里斯是以稳为主 哈里斯不搞 那么双方这个游戏怎么玩 是吧 有的玩 那他们就要立时发难 因为你一旦继续按照这游戏玩 是吧 没有发难点了 不好发难了 对不对 你现在你民主党赢了 对吧 你要搞移民问题了 你要搞移民问题 他们就要把非法移民往这边接 比如说你加州 你怎么搞 你到蓝的州去 你去怎么搞 你搞大了 就把社会街头乱了 社会一乱 到处出现这种什么恐怖问题啊 这个各种争议问题 天涯大乱 那个时候人家通过内乱 来拆你的台 然后马斯克第二种玩法 就是什么呢 就是搞敌对 就是他要玩FSD 对吧 因为人家为什么要帮你吗 人家帮你的真正目标是两个吧 第一个是要玩FSD 是吧 也就是所谓的全自动驾驶 第二个玩 要玩更关键的就是机器人 马斯克不是要堵在汽车上 汽车不行 美国的汽车制造业不行 已经落入到中国手里了 知道吧 电动车玩不下去了 传统能源车不行 固态电池只要一上来 传统能源车彻底全废了 全是渣子 知道吧 根本就玩不动这个游戏 而且玩传统能源车 优势也不在你美国那边 对吧 在德国在日韩那边 在日本那边 对吧 你本来也不行 你三大机车厂本来也都不灵了 你马斯克能掉头去玩那个吗 不可能的事 你只能玩机器人 但是你一定要记住 机器人在谁手里 将来也是在中国手里 为什么 你玩人工AI需要大量的电 你玩机器人需要大量的电 你想以机器人替代传统劳工 你没有便宜的机器人 你根本不行 你生产不了 你想生产便宜的机器人 你就需要大量的制造基地 但需要制造基地的话 不知道多少年才能造出来 所以说白了 你要干嘛 你要让机器人政策闯关 你要让这个 这个什么 是吧 你要让那个东西 自动驾驶这个闯关 于是呢 谁通过你的政策 你就给谁 潜岛 甚至没准给人要加 你让谁不同意你 不通过这个 你就可能要减 也就是说这么玩 玩的是什么 玩的是政治对抗 说白了就是什么呢 就是王安石变法 知道吧 那对我有利的 我让你通过 对我不利的 我不让你通过 那么一玩 那个时候必然 王安石变法 就变成了 王安石和司马光对抗 然后人家 那个时候 再对你发难 所以你外部变不了 内部怎么变 川宝要想赢 川宝有几个东西 必须要讲清楚 第一个东西是战争 必须要停 战争停不了 油价涨上去 对吧 通胀涨上去 后边没戏 对吧 美联储这关 必须要过得了 美联储这个游戏 过不了 后边的游戏 玩不下去 中国这关 必须要过得了 中国这关 过不了 没戏 这三关已经卡你了 剩下的两关 你怎么 现在他们不发难 知道吧 他们等着 等你出问题的时候 等你移民问题 出问题的时候 他们再发难 然后呢 他们也驱赶移民 知道吧 民主党也借着这个机会 驱赶一些移民 然后呢 驱赶移民的 问题和矛盾 以及造成了所有的混乱 由你穿宝来带 然后他们保一些非法移民 是吧 完了呢 驱逐一些非法移民 然后呢 维持他们自己内部的稳定 但是你记住了 美国只要驱赶非法移民 美国必然通胆 对吧 大量的劳动力 大量的廉价劳动力 如果被拿掉了 全换成 这个什么 你怎么弄 而且你要知道 美国的老百姓 不是不工作 对不对 美国的失业率 现在很低 美国的老百姓 不是说失业率20%啊 比如说失业率30%了 是吧 美国老百姓活动不了了 美国崩了 美国傻了 美国炸了 美国完了 对吧 是不是 不是 是美国现在拼命的工作 明白我跟你讲的意思吗 美国拼命的在工作 美国普通老百姓 拼命在工作 现在赶不上来 没有吗 美国拼命的在工作 那在这个时候 美国人这么拼命工作 都养不了家 养不了这三个折 你把通胀再往上拔 你怎么过关 所以我跟你讲呢 你别着急 是不是 我没说过吗 这事我不怕打脸 我承认打脸没关系 对吧 我支持哈里斯也没关系 是吧 为什么说没关系呢 这条路是一条生路 对不对 天堂有路 你不走 地狱无门自来投 你投了地狱 是吧 你站在美国的立场上 替美国分析 不谈美国最有利的话 你谈对美国不利的东西 对中国有利有什么用 那问题就来了 你现在穿宝上来了 知道吧 什么时候人家会对你发难呢 你驱赶移民的时候 会对你发难呢 你把狠话都说了 你看啊 他说的比较狠的几个话啊 第一个是要跟中国开关税战 这是第一个比较狠 第二个是战争必须要停 第三个就是非法移民 你动了非法移民 对不对 你通胀这个事有没有人跟你讲 就是所有的共和党只跟你讲这个东西的坏处 但是你一定要讲事物的本质都是双向的 非法移民进到美国 大量的美国的非法移民 想过的是美国的生活 想过的是美国的好生活 所以他们才会忍受这个游戏 就跟英国的BNO似的 英国的这些BNO的这些香港人 他到了英国为什么忍受屈辱 他又不是英国公民 又不能享受英国福利 还为什么要拼命的干活 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只要忍六年 忍了六年 他们拿了身份成为了英国公民 他们就享受英国的福利了 就这么简单 美国也是一样的 你甭管他怎么去的 去了之后呢 他就找活干活干黑工 干了黑工的话呢 他们就等发身份 发了绿卡 他们就算转正了 有了绿卡 有些东西 其实福利就开始有了 然后再入籍 入了籍成为美国人 他们就享受美国生活 就这么简单 所以从他进来 到他拿到绿卡 完成身份的转换 比如说五年 他要忍五年 他就会忍五年 这五年别人挣三千 你挣两千 甚至你挣一千五 你愿意接受 为什么 因为你觉得我找过这五年 我行了 我孩子行了 我 我是吧 不管是丈夫行 老公行 别管谁行 我这一家都行了 他这一家都来美国 那么这五年的屈辱 这五年的东西 我就愿意忍受 是不是这道理 那问题现在就来了 你驱逐了他们 让谁出来顶 你不管说美国失业率是真的 还是美国失业率是假的 有一件事你看得很清楚 美国人是在工作的 美国人不是所有人都没工作的 美国人都在疯狂的工作 然后在工作这种情况下的话 为什么他们活不下去了 因为他们通胀了 然后你把通胀这个事 彻底把他们扒开了 你把通胀这个坑 彻底给他们打开了 所有东西都扒开了 所有东西都打开了 然后最后你让他们发现 美国通胀了 你怎么办 对吧 所有对你有利的 所有朝向你的那些人 可能都要转向 对吧 然后马斯克 我没跟你讲吗 这个人是一个最大的猪队友 我现在仍然这么看 你真的不要认为 现在马斯克觉得 他赚的大了 这个世界怎么说呢 弄超而多了 最后为什么是老乡身玩的游戏 你有手表 人家有时间 你们一共就四年 四年川宝主要搞得不好 四年之后 就慢慢料理你 如果你认为 美国的老乡身 是吧 好像是这个川宝大战 这个盖茨 错了 盖茨和川宝 盖茨 川宝 包括马斯克 他们都是new money 什么叫old money old money是不出现在名单上的人 你不知道他是谁 这个人也不是说他特别的狂 或者怎么样 他就是当地的老乡身 他有土地 是吧 有庄园 这些人他也平常不出来 他也不去摘悟你们这些事了 对吧 他就踏实投资 对吧 然后投资之后呢 给他回报 就这么简单 这些人 他是真正的 人家是真钱 你公司市值 你从2万亿 涨到20万亿 世人觉得马斯克 是天下最棒的人 就跟日本的股市 中国的楼市 韩国的楼市 对吧 世界的南海事件 墨西西比河事件 和郁金香事件 是一样的 所有人都在狂欢 所有人都在认为 知道吧 马斯克赢了 马斯克胜了 但是你一定要记住 这个世界上千年田八百主 真正具有价值的是土地 因为你崩下来的时候 只有土地是最值钱的 那么问题就来了 对吧 你穿膀 最大的敌人是什么 你看 你选举的时候 你最大的敌人是 这个民主党 是吧 是这个哈里斯 你选完了 你最大的敌人 就变成你自己人了 就跟大帝是一样的 大帝靠着 举了一帮新人 用这帮人 打败了这个寡头 这对不对 对 这没有问题 是吧 然后大帝说了 我给你二年时间 然后最终怎么样 最后我还你一个强大的 这个俄国 对不对 对吧 没问题吧 二年之后了 它主要的产业变了吗 他不就从 从这个商业寡头 换成了官僚寡头了吗 那美国也是一样的 对不对 你 美加斯克这些人 以他们为首的这帮人 支持你穿宝 支持你穿宝 人家要政治仇庸 人家要把政治这个东西 你返回去 那么返回去 一旦遇到了利益切割 利益不一致的时候 你别看你现在呼吁团结啊 如果党争是能团结的 王安石变法就成功了 不用说王安石了 范仲淹那个时代 对吧 宋贤宗的改革就成功了 范利新正就成功了 对吧 罗马改革就成功了 对不对 罗马都不会分裂 对吧 所以我没跟你讲嘛 你一切的成功 你一切的OK 对不对 看起来你现在是OK的 但是你别忘了 你看起来你一切都成了 你得成一直成了 就什么意思 童话故事只告诉你 川宝到这刻就行了 伟大的川宝 伟大的川皇 已经获得了胜利 川皇胜利 是吧 然后之后击败了邪恶的恶魔 邪恶的对象 哈里斯 此书到此结束 是吧 完了公子公主王子 过上了没羞没号的生活 对吧 直到这里结束 对不起 那个叫童话故事 真正的事情 真正的历史 是没有停止的 历史是没有 是吧 这个happy ending 或者bad ending 历史的每天都要过 所以民主党会在什么时候 对你发难 不是现在 他们不要内战 他们要内乱 知道吗 他们要通过内乱 来取消你的地位 然后在第二 在中期选举当中影响你 也就是说川宝只有三个月 并且三个月之后 他只有一年 因为第二年中期选举 人家只要战胜了你 知道吧 人家拿回了医院 你就是变脚同统 然后内部的不放过你 外部的不放过你 历史之间 所有人都对你发难 你所谓的这个辉煌的这个成就也好 辉煌的变化也好 就都没有了 其实就这么简单 所以问题在于 你答应了这个事 非法移民你不动吗 你如果不动非法移民 红博子干吗 红博子不干吗 你动了非法移民 是把民主党对你下手 对不对 完了呢 这个非法移民那块 最后造成通胀对你下手 两边你都鼓励 这两边你都站不着铁 你以为红博现在赢麻了呢 你错了 红博他们输麻了 为什么 完全执政 就是完全负责 所有的负责 所有的问题是你来负 不是人家来负 你搞清楚 所有人都让你负这责 让你去驱赶移民 明白吗 让你去干脏活了 接下来所有的脏活都在你手里 你必须干 如果你不干的话 对不对 那你怎么玩 红博子会放过你吗 红博子要的是吃 要的是喝 要的是这东西 对不对 红博子是你最大的助力 同时反过来说 就是你最大的障碍 为什么 因为这些红博子 他们要获得利益 获得好处 你给得起吗 你赢的时候随便画饼啊 是不是 那个霍想敢言的时候 说多动听啊 说多好听啊 对不对 美国是吧 赛斯伟大 美国什么黄金时代 你随便说 当然问题就是 你该吓家伙了 知道吧 该抓人了 等你抓了人 人家那个时候再发难 对不对 等你马斯克 需要让你川普兰兑现 你在选举当中 对他的承诺的时候 他的效率委员会 要起来的时候 对内部民主党 进行改革的时候 人家那个时候 再给你制造障碍 人家不会在 现在制造障碍 现在制造障碍 打内战 完了随便让你动手 人家不会的 现在人等于和平 让你拿权了 对不对 所以我没跟你讲吧 美国没有内战 为什么 因为他不需要内战 也没到内战这个情况 现在你完全拿住了 完全拿住了 翻过来 跟人家玩 看你能玩得了 等你动了非法移民的时候 是吧 一个是美国会发生内乱 骚乱啊 各种矛盾啊 你想你上街抓移民 驱赶移民 这能不出乱子吗 我跟你讲 所有国家历史当中 什么东西都是最容易出现天下大乱的 流民 流民一旦聚集 就容易出乱子 对吧 如果流民都往这个加州 或者都往哪聚集 聚集了十万流民 你还能驱散的洞吗 你驱散十万流民 对吧 没跟你讲吗 到时候他们就跟你 民主党玩 最简单的一招 他们把所有的流民 全往DC送 DC充满了移民 那个时候 你不要驱赶他们吗 他们就这么讲 你不要驱赶移民吗 他们把移民送给你 让你驱赶 对吧 这个时候看你怎么下手 到那个时候 你下了手 身上脏了 散手 再对你下了 那个时候看你内外揭乱 你怎么去玩这游戏 我没跟你讲吗 我不怕他 哈里斯败了 美国不会跑 我唯一怕的就是 美国彻底玩崩 玩一个1929年 那样大的金融危机 那个大的金融危机 对吧 对中国也不是好事 只要没有这大金融危机 你就折腾吧 是吧 你折腾够 让你折腾够了 对不对 到时候你就知道 你别着急 好吧 那么今天一集呢 就到这里 谢谢收看 看我